在支架术后的康复过程中,不论是在用药、饮食、还是运动方面,每一位患者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渴望医生最直接有效的指导。 本篇文章同心管家将为您呈现个新内科专家关于支架术后康复的相关知识,帮助支架术后患者更好地度过支架后的康复人生。 胡大医,药物调整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很多患者,无论是抱了支架,装了起伯器,还是做了大桥手术,对于出院以后究竟怎么吃药,怎么饮食,都是一口雾水。 胡大医说,看到心脏康复,最重要的就是规范合理的使用药物。 葛君说,打破支架手术后再狭窄的拐圈,各院是特别提醒患者,在支架手术完成后,千万不可,高枕无忧,还是邀请遵医主服药。 注意自我观察和定期检查,并且服以健康的生活方式。 比如在专业康复医生指导下进行科学的运动,有助于保持货脉管腔通畅,促进区血区心肌测极血管生长,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有效控制血糖和血压,保持情绪稳定,减缓动脉硬化并别进展。 马超生,让每一颗心脏健康撬动,马超生说,心血管预防做好了,整个健康都有连带效应,天堪,疼痒病,失明,肾衰,痛风等都会大幅度减少。 另一方面,每个人要从自身做起,其实心血管病预防很简单,只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不惜咽这九个字,风险就会成为减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6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